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从另一个角度看 就是当局用这么荒谬的 近乎疯狂的这种做法来管控言论 或者说试图管控言论 反过来看 说明网络上的言论的活跃 其实对这个国家的政权也是形成一定威胁的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看到一点正能量的东西 那也正是因为形成威胁 才刺激的政府要拼命地去控制 所以看出来中国公民社会 也有在成长的这个部分